草屯正公所为了落实客家文化及语言生根 结合在地社区与社团推动客家文化发展 来到了正丽幼儿园教导学童们歌谣及舞蹈 老师也相当用心运用有别于以往的教学方式 让学童能够更深刻了解客家文化 过去呢我们是用客与童谣的唱语的形式呈现 那这一次我就加了一些童话念谣 就是让他们用念的用很简单的动作带动他们 又找小朋友比较有兴趣的主题 让小朋友有兴趣之后他再学习速度就会更快 指导老师在课程中细心且认真的指导 让学童们能够从中轻松学习到客家的文化 好玩 因为很有趣 而且又可以让我们学跳舞 我觉得上课练的客家语 我觉得很好练而且又很好玩 先议员廖子佑肯定正工作及南投县客家协会 让学童们能够从小多元学习 这样的教学模式相当值得推广 透过唱跳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很容易的来学习到客家语言 在教学一段成果之后呢 把他们这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成果来做展现 我想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援续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有更多的多元的一个学习 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推广跟鼓励的 借由正宫所及南投县客家协会的用心 让学童展现所学 不仅能够刺激学习动力 对于传承及发扬客家文化 也有着相当大的效益 记者六胜 草存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